三名贵部出场 长安城内掀起了一股奢靡之风 那么他们究竟是谁 又会给大唐王朝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敬请关注 开源盛世上部之 丽人行 在大唐开源面前 长安城内出现了令人艳羡而记恨的一幕 在玄宗皇帝的照夫之下 几名贵妇出场了 他们做事浮华而高调 大肆弄拳 欺凌臣民 利用皇权带来的荣耀与富贵 在大唐王朝掀起了一股匪夷所思的奢靡之风 那么这些人究竟有着怎样的来历 他们的行为又会给玄宗朝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山西师范大学于庚者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开源盛世上部 第十五集 丽人行 天保时期啊 国家一片繁荣 尤其是长安城内外 那更是心心笑容 某一年的春季三月三日上四节 在著名的旅游圣地曲江池的岸边 人头传动 欢声笑语 而且是风光淫泥 这一年上四节 在曲江池的人群当中 有一个人 谁呢 杜甫 天保年间的杜甫啊 那可不是后来举世闻名的大师任杜甫啊 那个时候相对来说啊 寂寂无名 而且呢 长得又其貌不扬 所以站在人群里 可谓是泯然众人意 我们如果从他的眼睛里看出去 看到的就是一片繁荣热闹的这个景象 然后又看见忽然之间这个人群哗一下子分开了 而且变得寂静无声了 那么毫无疑问 有大人物要经过 果不其然 指尖对面 湿湿然地走来了这么几个衣着华丽 容貌秀美的女子 这一路走来 人家是高谈阔论 谈笑风生 后面还跟着一大群毕恭毕敬的奴仆 另外后面呢 还有一位大官人在这跟着 都府见了这个场景之后 回去就挥笔写下了一个千古名篇 叫做丽人行 三月三日天气新 长安水边多丽人 太浓一远 书且真 鸡里细腻 骨肉云 炙手可热 视觉轮 甚莫尽前 成相称 这诗写的可有意思 前面都是在描述这几位女子那种富贵的样子 怎么样的漂亮 衣着怎么样的华丽等等等等 但是最后一句 说了 你可千万别靠近啊 这些人的权势 那叫炙手可热 小心烫伤你 而且如果你靠近的话 你可小心点 啊 丞相称 后面那位大官人 他要骂你 这位大官人是丞相 好大的官位的 这首诗 反映出怎样的一种心态 其实啊 我们说杜福此时的心态 代表了当时大多数老百姓对于杨氏家族的态度 这几位丽人 还有后面那位丞相不是别人 他就是杨氏姐妹和杨国忠 杨氏家族当中最得意的就是他的三姐妹 杨贵妃的三姐妹 还有就是他的那个兄长 就是杨国忠 那么这些人全是大到何等地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记载 说这些人呢 初入宫业 恩宠生宴震天下 美命妇入班 持营公主等 皆让不敢就位 台省周县奉请托 奔走七会过朝赤 四方献想接纳 门若是然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杨氏姊妹每次入宫的时候 哦呦那声势大得不得了 大到何等地步呢 就连持营公主都不得 不对他们礼让三分 那些周县 那些各级政府机构 接到他们家的命令的时候 那办事那叫一个积极 甚至于积极性都超过 执行招斥时候的积极性 而且各地经常还给他们 这个送礼物 来送礼物的人 把那杨家挤的呀 门庭若是 就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刚才提到那位持营公主 何许人也啊 持营公主就是持营法师 她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个唐玄宗的亲妹妹 玉珍公主 她出家为女道之后 名为持营法师 所以又把她叫做持营公主 你要知道 这位公主啊 地位可非同寻常 她不仅是皇帝的亲妹妹 而且这个人在文学界也颇有影响力 很多文人都是靠着持营公主的推荐上来的 所以连这样的一位公主 见了杨家姊妹都敬畏有加 你就可见杨氏一家在当时是多么的受宠 下面我们分别来看一下杨氏三姊妹 他们分别是国国夫人 韩国夫人 还有就是秦国夫人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国夫人 旧堂书记载说 记载这三姊妹是这样说 她说 有子三人皆有才貌 玄宗并封国夫人之号 长曰大姨封韩国 三姨封国国 八姨封秦国 并成恩泽 初入公业 侍请天下 侍请天下 就厉害到这种地步 这里边 最外向 最高调 最不知掩饰的 就是那位国国夫人 所以我们今天先说一说这位国国夫人 国国夫人 刚才说了 她是杨玉环的姐姐 这位国国夫人 她是一个寡妇 她老公姓裴 早逝 后来自己的妹妹当了贵妃 然后她就紧跟着 也就受风了 当了国国夫人 这下子 国国夫人一时间 可以说是风光无限 她去见这个唐玄宗的时候 她要剑走偏锋 玩一招 觉得怎么回事呢 她自认为啊 你别看啊 她的权势 完全是来自于 她的这个妹妹 但是国国夫人 却认为 她比杨贵妃 要长得漂亮 人家有这个自信 而且呢 我刚才说了 她要来一招 觉得让皇帝 能够记住她 来一招什么呢 她决心 不化妆 素颜 去见 唐玄宗皇帝 你要知道 那个年代女性啊 是流行化妆的 尤其是上层社会 而且是化那种 很浓重的那种妆 结果我们这国国夫人 反其道而行之 啊 我这素颜去见你 扫扫眉毛就可以了 让你看看 你看 你看我这 我这样子 跟我妹相比 我长咋样 哎 人家就有这样的一个自信 后来 国国夫人 还有秦国夫人 韩国夫人 都与唐玄宗之间有私 这点也颇为当事人 这个所诟病 而且国国夫人 说实话 那个生活呀 那简直是奢侈无度 唐玄宗给他赐了住宅 他有 韩国夫人也有 秦国夫人也有 而且呢 他们这个住宅啊 唐玄宗特地安排在 距离新庆宫不远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唐玄宗啊 在长安城经常住在这个新庆宫 所以他们的住宅呢 距离新庆宫都不远 而且三个是比邻而居 挨着 以至于啊 他们三家的这个房瓦呀 据说那个乌瓦都能连成一片 在杨氏众多的姐妹中 除了杨贵妃之外 最受唐玄宗喜爱的 就是这位国国夫人了 她爱出风头 贪图享受 并富有心机 在她的引领之下 长安城中掀起了一股奢靡之风 而这其中 国国夫人的表现 无疑是最为高调的 那么国国夫人的个人生活 究竟奢靡到什么程度 她又会给玄宗朝 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比方说她装修房子 她装修房子 你可以想见 那规格一定是最高等级的 据说豪华程度都不亚于皇宫 光一个中堂 就耗资万金以上 就这还不算完 人家那个工匠 完工了之后 拿了报酬之后 还额外要赏赐 人家国国夫人出手 大手笔 一手就甩给了5000段的捐博 拒资啊 没想到人家工匠不要 国国夫人说怎么回事啊 问那个工匠 那人家工匠回答说 说您这点赏钱呢 不够 怎么呢 我把我毕生的经历 所有的才艺 我都用在这个房子的装修上 我这房子装修的 那可以说是举世无双 比方说您这样吧 这工匠给这个国国夫人提个建议 咱们验收一下 怎么个验收呢 你去找一些蝼蚁啊 蜥蜴啊 这些虫子 你把他们树木字点清楚 然后你放到这个房子里边来 我这房子 无论是地面也好 还是窗户也好 都是严丝合缝 你把这些昆虫 你树木点清楚 放上去 然后过一晚 你再过来看 一个都跑不了 我把这房子装修 就到了这种地步 结果国国夫人听了之后 很高兴 再后加赏赐 就是这样 国国夫人每次和她的姐妹出游 那也是当时之一景啊 威夷赫赫 人马众多 而且呢 衣着华丽 甚至于就连低等的奴婢 身上都是金玉满身 传说说他们每次这个马队走过去之后 掉下来那些手势 比比皆势 有的人据说就守在那个路旁 专门等他杨家这个马队过去 跑去捡羊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幅图 这幅图就是著名的唐代张宣所画的 国国夫人游春图的模本 原作我们知道已经没了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这个模本 这个模本就描绘的就是国国夫人出游时候的一个场景 这个从左边数第二列 第二行这个女子啊 这个画面中央的这位女子 一脸的淡然啊 这样的这个女子 这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主角 社会所诟病 嫁来了一位贵妇人 这位贵妇人衣着华丽 而且那脸上的表情呢 就是庞若无人啊 进来了之后 连同他们家里的家具啊 性格外相 结果国国国夫人呢 国国国国夫人明明明都已经逃离了现场 所以能反映出唐人的一位贵妇人的一个贵妇人 据说 三位贵妇人的一位贵妇人啊 ощ 唐玄宗皇帝都被惊扰了 唐玄宗皇帝下令 要严办此案 大家搜索 而且 问人家这个小伙子家人 说这小伙子最后去了哪 这些家人回答说 是去了那个贵人家探病 好 这下子就把这个贵人家宅院 作为了要搜查的重点对象 这下子糟糕 达西盈盈知道 完了 怎么呢 藏不住 藏不住怎么办呢 他跟这小伙子说 是你出去吧 那小伙子不敢呢 外面事闹大了 我出去就是让人家责骂 尤其让皇帝处罚我该怎么办呢 这个达西盈盈说 说我教你一法 可以渡过这个难关 什么办法呢 达西盈盈说 你出去可千万别说在我这 你出去这么说 你说你啊 被一个不认识的美妇人给藏起来了 这个美妇人呢 长的是什么什么样 他家的房子是什么什么样 屋子里是什么样的摆设 吃的是什么样的食物 一五一十的就交给了这个小伙子 把这个小伙子记住了 然后这小伙子就出去了 出去了之后 他就被人带到了唐玄宗皇帝面前 皇帝很恼怒啊 你怎么回事 这些天你去哪了 结果这个小伙子就按照达西盈盈教给他的那些话 这么一说 结果皇帝听着听着 一下子乐了 挥挥手说 行了行了 你走吧 一笑了之 哎 又过了几天 国国夫人进宫了 这个唐玄宗见了国国夫人 黑黑一笑说 你 你把个小伙子藏的可够深的啊 其实啊 国国夫人压根就没听懂唐玄宗皇帝在说什么 但是他平常啊 风流运势甚多 藏小伙子这种事啊 他也没少干 所以呢 他一听竟然哈哈一笑 结果他这一笑 唐玄宗皇帝以为他就承认了 这事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去过去了 你看这事有意思吗 这个故事啊 据说是来自于啊 北宋时期著名霸臣 艳书家里边所藏的唐人小说 那么这个事是真是假 很难说了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 它就是个文学作品 但即便是假 这件事也能反映出一个问题 什么呢 就是唐人是怎么看待国国夫人的私生活的 就是认定他风流运势多 所以才能拿他来编了这样的一个段子 由于杨贵妃受宠 他的三个姐妹 国国夫人 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 也因此步入了大唐王朝的上流社会 成了万众瞩目的大唐贵妇 面对扑面而来的万千宠爱 面对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 他们欣喜若狂 在他们看来 眼前的经验生活是如此突然 掩藏在心底的无尽欲望 已经破茧而出 他们已经急不可待地 想要好好享受 这妙不可言的富贵生活了 那么在这如梦如幻的艳丽生活中 韩国夫人又有着怎样的表现呢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韩国夫人 韩国夫人 刚才我们说了 她是杨贵妃的大姐 这位韩国夫人 虽然没有国国夫人那么高调 但也绝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她的权势一点也不雅于国国夫人 史料是这样说的 说使韩国国国之宠惯于气力 也就是说杨家当中最得宠的 就是这个韩国和国国 就这个意思 而且这个韩国夫人 有个很大的爱好 也是她的生财之道 干什么呢 就是宝梅拉气 最爱给别人说梅 她经常给那些皇子皇孙 还有就是那些达官贵人家的子女 来说梅 而且经常带着国国夫人一起去 这是她的一大乐趣 而且那些人涉于其权势 所以往往还都听从 事成之后 她再索取大笔的报酬 这成了她和国国夫人 敛财的手段之一了 而且这位韩国夫人 怎么说呢 她那个女儿和她也差不多 黄孙广平王要结婚的时候 庞玄宗皇帝特定指定 让韩国夫人的女儿崔氏 嫁给了这个广平王 后来呢 还生了个儿子 但是这位崔氏啊 那可一点都不省事 史料是这么说的 说这个崔氏性格彪悍 携母士之士 啊 性泼杜汉 是这样记载的 也就是说颇有其母的这个风采 但是安史之乱爆发之后 马维义兵变的时候 韩国夫人被杀 崔氏失去了靠山 后来就遭到了广平王的冷落 这位广平王可不是别人 他就是后来的唐代宗皇帝 这个崔氏最后啊 是郁郁而终 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这个秦国夫人 秦国夫人相对于她的这个两个姐姐来说呀 还算是比较低调的 而且她的结局还算是最好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啊 她死的比较早 她死在安史之乱之前 史料当中有关秦国夫人的事情啊 记载的相对来说就比较的少 但是即便如此 她身上也有事 比方说 她曾经间接的害死了大臣杨慎金 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呢 杨慎金随朝宗史之后 唐玄宗时期的一个大臣 而且这个人颇具才干 非常能干 尤其是在财政方面 相当的能干的一个人 可是这个人呢 与李林府一党不合 经常展开斗争 当然了 最后的结果是她失败了 甚至连命都没有保住 这个事呢 跟秦国夫人有很大的一个关联 这个事要说起来呀 跟这个杨慎金家的这个祖坟呢 还有点关联 怎么回事呢 杨家祖坟 有一天突然之间 据说呀 流淌血水 其实我估计可能是 因为大家知道那个坟上 长得有各种草啊 树木之类的东西 我怀疑是某种植物的红色的枝叶 但是呢 古人很迷信 就认为这是流血 所以呢 杨慎金就非常的恐慌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就在底下悄悄的找了一个树士 这个人是一个 这个环俗僧 叫史敬忠 找这个史敬忠来给他家做法事 一做就是好多天 做完了之后 为了表达所谓感激之情 杨慎金呢 把自己的一个婢女 叫做明珠赏赐给了史敬忠 这个史敬忠呢 驾着车 上面载着这个明珠 然后就回家 结果路过了秦国夫人的宅地 偏巧秦国夫人呢 以前就认识这个史敬忠 结果秦国夫人看见车上 载了一个小女子 而且这个小女子长得是貌弱天仙 非常的漂亮 于是秦国夫人就叫住了史敬忠 说你这是干嘛去啊 你这哪来的美女啊 结果史敬忠啊 非常害怕秦国夫人 不得不老老实实的回答说 说这个女子啊 是杨慎金送给我的 秦国夫人一听就觉得这里边有貌弱 哎 所以呢 他跟史敬忠说 说我看这个小女子啊 相当不错 要不这样 你把她 送给我 行不行啊 史敬忠很害怕秦国夫人呢 不得已 就把这个明珠给留下来 结果到了第二天 秦国夫人带着明珠入宫了 你要知道 在头天晚上 她极有可能已经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给问了个一清二楚 所以进宫的时候 她特地带着这个明珠 见到了皇帝 结果皇帝一看 呦 这个秦国夫人后面跟了这么一个美女 就问这怎么回事啊 这谁啊 秦国夫人回答说 说这是杨慎金家的婢女 被她送给了史敬忠 皇帝又问 史敬忠是何许人也啊 杨家为什么要把这个婢女送给她啊 结果秦国夫人回答说 这事啊 你得让这个小女子 这个明珠来跟你说一下 结果明珠走上前来 一五一十的 就把这个杨慎金家如何做法事 这件事就给皇帝和盘托出 这下子唐玄宗皇帝是勃然大怒 你要知道大臣私下里边请述事做法 这是大逆不道 严重的犯法行为 而且更要命的一点是 此事被李林府给得知了 李林府和杨慎金之间的斗争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李林府这个人是想一门独大的 他是不愿意看到 有与自己分庭抗礼的这个势力出现 而杨慎金这个人很能干 而且当时正处于这个事业的上升期 极有可能要官拜宰相 所以李林府对杨慎金那是恨之入骨 刚好来了这么个机会 于是李林府窜断跟杨慎金有矛盾的大臣吉温 来办这件案子 吉温抓了很多杨慎金所谓的同党 严加讨打 而且还奔赴外地 把已经逃到外地的那个史靖忠给抓回来了 抓回来之后 一番讨打之后 史靖忠不得不交代了在杨慎金家做法事的这个事 而且他按照吉温给他布置的口径 还要说为什么要做法事 这下面就是诬陷了 说杨慎金想谋法 他想光复大隋朝 我刚才说的杨慎金是隋朝宗使之后 他要光复大隋朝 竟然给安了这么个罪名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杨慎金一家三兄弟同日被刺死 而秦国夫人跟这个案子有非常大的一个关联 这三姊妹的风光啊 在当时啊 是非常令人侧目的 后来对杨玉桓的诸多不满 实际上很多是来自于这三姐妹 白居易的长颂歌里边是这样说的 姊妹弟兄皆列子 可怜光彩生门户 最令天下父母心不众生男众生女啊 这个是有很大的暗讽的意味在里边 在当时那个男权社会重男轻女的情况之下 这杨氏三姊妹的得意甚至使得民间呢 都开始重视生女孩了 就是这个意思 杨氏姐妹的奢靡生活 一时间成了长安城疫情 引发了众多臣民们的议论与妒忌 可又有什么办法 谁叫她们是大唐贵妃的亲姊妹 在至高皇权的照夫之下 这杨氏姊妹详尽了天下的荣华与富贵 而这令人艳惜的奢华生活 都来自于他们那个最大的靠山 杨贵妃 他们清楚 如果没有杨贵妃 这一切的一切都将复苏东流 而就在这一家人要风得风 要语得语的时候 竟然出事 这件事使得杨家姊妹 立即陷入到了巨大的恐慌之风 那么令杨家人担心的事情 究竟是什么呢 怎么回事呢 杨贵妃啊 被遣送出宫了 让皇帝给撵出去了 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因为什么原因被撵出去了 这个史料里头啊 语言不详 只用了这样的两个字 微浅 什么叫微浅呢 那意思就是说 不是太大的罪过 不是什么谋大逆之类的 十恶不赦的这个罪 啊 就是因为一点小错 至于是什么错呢 没有明说 但是《资贵通鉴》里头有这么一句话 非以杜汉不逊上路 命送归兄 先之地 杨贵妃因为 嫉妒 出言不逊 结果被皇帝给贬到了 他兄长 杨先之家 是这个意思 什么叫做嫉妒啊 杜汉不逊是什么意思 这个呀 说白了 仍然是男权社会的一种产物 这个说白了 就是女人吃醋 不愿意丈夫跟其他女人有染 其实按理说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 爱情是自私的 不愿意配偶跟其他人有染 这是很正常的一种反应 但是对不起啊 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啊 男权社会啊 女人要是不能容忍自己的丈夫 有这样的行为的话 你这叫啥 你这叫善度 你再说点难听的话 那就叫做不逊 没办法 时代局限性就这样 你还别说 所谓杨贵妃啊 爱嫉妒 爱吃醋这件事 恐怕还真不是虚假的 白居易曾经采访过一位老宫女 这位老宫女啊 一辈子生活在洛阳的这个上阳宫 白居易去采访的时候 他已经垂垂老矣 这位老宫女向他回忆了很多宫廷往事 其中就提到了杨贵妃这件事情 他是这样说的 白居易后来写诗叫上阳白发人 在这里边他是这样说的 魏荣君王得见面 以备杨妃摇侧目 杜令浅佩上阳宫 一生遂向空防素 这位宫女刚入宫的时候 只是一个少女 而且据说长得是美貌非常 可是他竟然连皇帝的面还没见到呢 就已经遭到了杨贵妃的嫉妒 被杨贵妃把他们这一批人都给发到洛阳的上阳宫里边去了 而你也知道开元24年以后 皇上再也没有去过这个洛阳 也就意味着这位宫女一生独守空防 所以说从这点上来说 说杨贵妃爱嫉妒恐怕不是虚的 因此这次被遣送出宫啊 我们怀疑极有可能就是因为此事 所以呢 他被赶回去了 赶到谁那去了呢 赶到他的兄长杨仙家去了 这次被遣送到杨仙家 引发了杨家极大的恐慌 你要知道杨家的权势来自于哪里 他们有文治武功吗 没有啊 他们的一切都来源于这一位贵妃妹妹 结果这位贵妃妹妹现在被皇帝遣送出宫了 那你说他们能不恐慌吗 好家伙大家都围着这个杨贵妃反复的劝说 正在这个当口有人来报告说宫里来人了 出去一看 不得了了 杨家一下吓傻了 怎么回事呢 宫里来人了 而且来了一个庞大的车队 一百多辆马车 上面载满了各种器物 怎么回事呢 是杨贵妃在宫中的生活所用的那些器物 杨家姐妹一看完蛋了 完蛋了 怎么呢 这是彻底被扫地出门了 一点回去的希望都没有了 正在那伤心呢 突然之间换官又走上来说 说这还有些东西 什么东西呢 一些饭菜 这是皇帝的预传 皇帝把自己的食物拨出来了一半 分赐给这个贵妃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高丽氏运作的结果 原来啊 杨贵妃这头被遣送出宫 你以为唐玄宗那边高兴了 才不是呢 唐玄宗那边比这边还抓狂呢 唐玄宗那一天 那叫一个躁动不安呢 见谁都没好气 谁稍微什么事办的不对 立刻就上去打 吃饭的时候也是茶饭不思 在这种情况之下 要说还是高丽氏最懂得唐玄宗的心理 高丽氏心里头明白 这样就是因为贵妃啊 被撵出宫了 所以他就反复的劝说这个唐玄宗 最后唐玄宗呢 派人把贵妃平常用的一些器物送到杨家去 而且呢 为了表达自己的贵妃啊 很挂念 把食物也分了一半给贵妃 结果杨家兄弟姊妹一看皇帝赏赐欲传 这下子 哇 欢欣孤悟 说明皇上心里还有我妹 哎呀 这下好 这下好 于是大家在家劝说 其实杨贵妃这阵啊 被遣送出宫 他已经心生后悔了 哭泣不已 再加上看见皇帝赏赐的这些东西 一下子立刻就回心转意了 这个时候高丽氏再跟唐玄宗一说 唐玄宗决定啊 半夜开宫门迎接贵妃回宫 结果杨贵妃这回就被他的兄弟姊妹们簇拥着 哎 半夜送回了宫中 这送回去 这可好 据说这场风波啊 其实有的夫妻就是啊 你说夫妻能有不吵架的吗 有 但是有的夫妻啊 吵完架之后啊 人家感情更好了 唐玄宗和杨贵妃就是这样 这一场风波反倒使两个人的感情愈发的牢固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够撼动杨贵妃的这个地位 在杨家所有的兄弟当中 最有名的当然就是杨国忠 这位杨国忠啊 说来也有意思 怎么呢 他的血缘关系啊 他和这个杨贵妃之间的血缘关系 应该说这个不远 但是也不近 怎么回事呢 他不是杨贵妃这个同父同母的兄弟 他是从祖兄 那么他为何能受到唐玄宗的这个器重 这就是个问题了 以往对于杨国忠的理解 往往是流于符号化 脸谱化 平面化 就说他这个杨国忠啊 群带关系上来的 奸臣 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之一 等等等等 你说这些 对不对 当然对 没问题 但是问题啊 不是那么简单的 比方说你 别的咱不说啊 像安史之乱的事情 咱们放在以后再说 咱们就说他这个杨国忠的上台 杨国忠的得势 如果说 简单的就是一个群带关系问题的话 那我就要问一句了 既然如此的话 那么杨贵妃的血缘更近的那几位兄长 比方说杨仙 杨齐等这些人 他们怎么就没得到重用呢 唐玄宗为何一定要重用这个杨国忠呢 那一定跟杨国忠的某些特殊的才干有关 杨国忠在理财方面特别有一套 而且还有一点 他的上台 是唐玄宗多年以来 在朝臣当中搞平衡策略的产物 您要知道这一点 是唐玄宗一生一以贯之的一个原则 就是平衡 在唐玄宗的眼里 什么叫政治 政治就是平衡的艺术 所以在用人方面 唐玄宗从来都注重 就是同时重用两派不同的人 互相制衡 也可以互补短长 在这里面 至于杨国忠究竟有怎样的才干 我们留待下一集 谢谢大家